第二輪的資格賽 目前男生1比0 加油 第一個提示 盡開五秒 饒舌會想到什麼 這難道也是關鍵字嗎 第二個提示 再開十秒 誰 誰 哈平遠 是我嗎 答案是 瘦子 瘦子 是最近的新聞話題 對啊 而且他應該是最近 其實台灣饒舌歌手滿多的 越來越多 對 但是一出現頑童 我就應該確定應該是他吧 瘦子答對沒有 蛤 不是 有提示幾個字嗎 答案幾個字 我們還沒說幾個字耶 你確定要按 按了就要答 算了 稍微 說答案是 不是瘦子 那是什麼 為什麼講到兄弟本色 因為他是兄弟本色裡面的 一成員 一個成員 兄弟本色答對沒有 答對 這麼厲害 厲害了 你今天可以當豬頭了 太厲害了 我害了 我脫豬了 微塵還是聰明 來 請就位 好特別的戲喔 是事業 事業 對 來看一下人生的第一套 量身打造的題目 來 跟微塵有關的是什麼題目呢 付費聽你唱 你是雙人美聲的重唱符合 對 嘉義古色古香 他是嘉義人 所以對嘉義是瞭解的 就是愛排隊 他是田復甄的迷啊 曾經呢 徹夜的排他的簽唱會 我的媽啊 太感人了 他本人知道嗎 我告訴你 開車放手歌 他喜歡開車 方向感不錯 我叫外送最在意 愛叫外送 你跟乙幽 兩個人一個月叫了 可以叫一萬多塊的外送 對 滿積極的 小女人撒個嬌 自認是個傻教高手 修圖心理學 手機常用美圖秀秀 是吧 對 月餅小心吃 喜歡吃麵粉類的製品 對 吃麵比吃飯多一些 我喜歡吃那個潤餅皮 潤餅皮是米做的 以米薑為主 但如果妳會什麼水餃啊 水餃皮 水餃皮我很喜歡 我會把肉跳出來 然後吃皮 妳下次直接水餃皮 別包了 直接就切長條 搭一搭 當面組 但是我不會煮飯 我要 開車放手 來 我們出個題 請問在開車時 播放什麼頻率的音樂 有助於提神 A 比心跳頻率稍快 B 跟心跳同頻率 C 比心跳頻率稍慢 B B 跟心跳同頻率 妳說得 為什麼不是快或慢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太快的話會很興奮 你會越快 可是很容易出車禍 會嗎 會 會 會 很累 然後慢的話 你會想睡覺 就是以我平常開車的經驗 應該是這樣 那董事 聽個謝經驗 然後就車禍啦 怎麼可能 因為我聽董事 董事的時候 我就會一直這樣 就是一起 其實有時候 我在開的時候 會開到 忘了把手放在方向 他就是 握好 可能是對的 接一接腳 有些人可能會選A 好厲害 A 我覺得為了要吃誰 有些人會選快 對不對 對啊 好 有時候都在開場塗車的時候 的確很容易精神不濟 所以這個時候一定要注意 很多人會想要用 聽音樂的方式來提振精神 但是如果你聽那種 重金屬搖滾 或是莫賈特交響曲 雖然節奏非常的澎湃 可是也很容易讓 駕駛的心情 變得非常的激進 躁動 所以就會增加事故的風險 也不能夠聽太慢 因為聽太慢的 容易會昏昏欲睡 所以最好跟我們的 心跳頻率差不多 幾乎讓它節拍 是每分鐘六十到八十 這也是最好的一個狀態 來 第二題 外送最在意 都叫什麼來吃 早餐 大餅 三餐都有 三餐宵夜都會叫外送 都會叫外送 三餐幾乎都是 你們兩個女兒 住在一起嘛 對 沒有想搞個廚房 然後自己玩玩什麼的 因為我覺得洗碗很麻煩 好 妳也這麼想 因為本身廚藝就沒有很好 所以通常煮的都只是泡麵 或是微波 最近那個吳秉承 吳師傅 跟那個再不是有出一個 懶人的料理書 但是還要去買菜 太難了 你會不會有一天覺得 呼吸很累會不會 不會 請祝你 對 對 疫情帶起了許多餐飲 外送宅經濟 直接會調查 到處出人在疫情過後 不想使用外送服務的原因是什麼 A 外送員態度不佳 B 不想付孕費 C 食物不夠新鮮 B 不想付孕費 這三個有沒有可能都是原因 其實都是 但是我自己在點餐的時候 有時候有運費我就會不想 所以我還去辦了會員 超過一個價錢 就可以不用付運費 所以我覺得要付運費 可能會是一個原因之一 不講付運費 就是不想使用外送的原因嗎 請介紹 超過馬國賢了 說真的 對不對 答對兩題 難嗎 不難 不難 其實不難吧 然後圍成 第三題 月餅小心 愛吃吧 愛 超愛 什麼口味呢 蛋黃 要不要找你 要 喜歡找你還是豆沙 都喜歡 妳的眼睛有光嗎 對 對 她真的喜歡吃 月餅要怎麼樣小心吃 來 請出禮 中秋月餅吃太多 小心肚子變得團團圓圓 請問顧鏈哪一款月餅的 熱量最多呢 A 乳肉綠豆泡 B 鳳梨酥 C 廣式雙蛋黃月餅 C C嗎 對 你 妳有點不假思索 是因為妳看到雙蛋黃的關係 對 蛋黃很肥耶 對 那乳肉綠豆泡 不高 我覺得可能比起蛋黃 他們都還好 鳳梨酥不高 鳳梨酥 現在很多都是鳳梨 做的內餡 所以應該也算保健 還有冬瓜 覺得她答對了舉手 女生不以為然 哈冰遠 我覺得是A耶 乳肉綠豆泡嗎 因為裡面有很多豬油啊 因為其實做月餅就要很多很多的豬油 才會香 可是滷肉它又有醬油 它又有豬油 它有更多的豬油 那蛋黃其實它是 我想到的是跟膽固醇有關 跟熱量比較沒有那麼 綠豆泡的綠豆泥 是不是需要有奶油啊 都要有啊 這些全部都要有 都會有 它滷肉綠豆泡是鹹鹹甜甜的嘛 對 這樣熱量不算低喔 乳油也覺得是 A嗎 我覺得是B耶 鳳梨酥 不知道 我覺得兩種都是 會讓大家覺得 這兩個聽起來熱量都很高 所以我覺得鳳梨酥 我覺得這是一個陷阱梯 小蕾 A喔 聽到沒有 聽起來 它有雙蛋黃喔 我看前面 那個會做賽的 是 你覺得哪個答案 我覺得是B 你也覺得是B 對 我覺得是鳳梨酥 完了 完了 只有你們兩個選它耶 完了 因為感覺 我覺得跟雙蛋黃 還不一定有那麼關係 它全部都有豬油 但是蛋黃真的是 熱量真的很高 對 可以體脂 所以我們在運動的人 都會盡量避免 對 我們在運動的人都是 你可以跟他一直湊過去 我們在運動的人就這樣 我們在運動的人 運動的人裡面 應該很少有寡戀閒詞的吧 不多 少數進了演藝圈 就那麼一百零一個 而且少數會進演藝圈 請揭曉 白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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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燈都淋一下過去 真的是該減肥囉 烤肉月餅吃太多容易胖 而且要告訴大家 月餅的熱量到底藏在哪 其實鳳梨酥跟一個普通的蛋黃酥 一個熱量大約落在兩百五到三百大卡 像是鳳梨酥很多人覺得它不是 就是鳳梨纖維還不錯嗎 可是事實上當它帶了點酸 它就必須要拿更多的糖 去平衡中和掉它的酸味 所以鳳梨酥裡頭含糖量挺高的 那麼我們剛剛有說到這個蛋黃酥 那它裡頭為了要把這個蛋黃拌開 所以它會需要加大量的油脂 所以這廣式雙蛋黃月餅相當可觀 它一顆熱量要八百大卡 這是什麼概念呢 一個便當的熱量 就是這樣一個廣式月餅啦 那像我們剛剛所說到的綠豆碰 滷肉綠豆碰它裡頭也是加了 油蔥酥進去空烤 所以油蔥酥也很油 這綠豆碰一顆也有三百五十大卡 因此建議大家在吃月餅的時候 最好是分食 不要自己吃一整顆 否則當天一定要少油高鮮 無糖飲食 才能夠中和掉這些熱量 好了 第四題 我不會聽你唱 請出題 根據網路平台調查 超過三成的民眾會使用付費 收聽音樂 請問一個月平均會花多少錢 A108元 B128元 C149元 應該是單C吧 149 C 妳鎖定 為什麼應該 因為我有在付錢 差不多是這個價錢 149 108太低了 請揭曉 請揭曉 超可能 對啊 正確答案是 108元 剛剛我們的題目是說 平均每個月會花到多少錢 那其實現在大家已經很少去買 直題專輯了 多半都會在這個網路上面 來使用這個付費的方式 來收聽音樂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當中有三成的民眾願意 女性願意付費的比例 又比男生更高 同時有一半的這個民眾 是使用個人的這個用戶的方式 來付費收聽音樂 但也有很多人 是用家庭的方式共享 所以當這個價格平均下來之後 就沒有149元這麼貴 大概落在一個月108元 希望沒有空手回家 送個禮物 來 好 我們要送給維晨的是 Cava Bubble Soda 全自動氣泡水機 包括氣泡水機品牌 專利的渦流設計 氣泡口感再升級 按壓一次就能夠馬上營用 環保健能 免插電 免電池 提升生活質感之外 也可以一起愛護地球喔 漂亮 希望你們喜歡 謝謝 帶一個禮物 難嗎 難 好 加油 來 下一回合這個在